高省市長韓國瑜表揚熱心防疫的領長們 11個今年度曾經發生登革人疫情的禮 目前已經疫情解除 領長大戰韓市府防疫效率太神速 效率比較快 而且我們的案例也比較少 比往年都少很多 疫情在半個月之內就控制下來了 就提早解除 一發現有什麼病沒問題 那個清潔類 他們就馬上進駐到我們社群裡面來 一同保疫情隔天防疫團隊 馬上進駐 還有得理提早半個月解除疫情 相較於前朝今年特有感 根據衛生局說法 前朝成局時代最嚴重的時候 103年5月份疫情爆發 一直拖到105年4月 從第一行衍生到第二行 快兩年才解除 但韓市府今年防疫表現超群 無論是頂晶安吉里或是本河里 解除警報都沒超過一個月 我們告訴因為前一陣子防範登革熱 初步達到的效果 有11個禮解除防護 那我們覺得不可以掉以輕心 一定要持續做登革熱防治的工作 未來幾個月還是很重大的挑戰 今年境外移入的 登革熱病例有44例 和去年整年度一樣 衛生局表示正因如此 疫情風險也較去年險峻 所以韓國瑜受訪時才說不敢掉以輕心 目前總共48例的一個病例來講的話 其實市府團隊的一些日常常規的運作 韓市長的參與度算是相對積極 疫情的掌控上面 那也責成秘書長每天都有召開特別小組會議 從今年疫情增亡後 幾個較嚴重的頂晶里頂西里 還有最近爆發的西山里 韓國瑜都親自前往 視察熱區不遺餘力 韓市府團隊冒足全力拼防疫 要在短時間做出成效 記者王嘉慶高雄報導